我们刚才讲到的5G市场NCC跟我们的政府当局 怎么样在通讯银行跟产业发展的时程当中 公开透明而且按照时间表为台湾的经济做进一步的政策 跟执行上的整顿跟对话之外 今天我们要谈的就是跟台湾的国家的生存的力量 也非常非常息息相关的 那就是中美贸易大战火拼 中国大陆昨天晚上他们在 是川普宣布了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 加征10%的关税 而且在年底要交税率提高到25%之后 中国当局就已经宣布要对美国的商品 有600亿美元的科征5%到10%的关税 那据了解川普要继续的来增加报复战 就要启动2670亿美元的征税计划 这个打来打去打到最后呢 会不会打到这个全世界的经济萎缩呢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在政治面跟经济贸易面会有如何的冲击 今天非常谢谢两位非常资深权威的人士 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为大家做深入的分析 第一位为各位介绍的就是 他曾经担任过中华经济研究院 台湾WTO中心的经贸研究组的组长 目前是顾问 也是政大经济系毕业 美国伊利诺大学的经济所硕士 而且是维基尼亚大学的经济所的 博士班的研究的杜巧霞 杜组长 杜组长好 各位听众大家早安 杜巧霞杜组长 跟我是政大的同窗 这个我们那个是同时代在政大 刚才提到 我们大家上学的时候 政大很爱淹水 好这个 所以水计划是可以改善的 现在政大不会淹水了 那这个杜巧霞杜组长 已经这个退休 所以现在做顾问 对在WTO中心当顾问 好这个 这个是像这样的人才 就是台湾的宝 因为我们从这个 要研究进入WTO 到后来进入WTO 您都参与了这个 整个的研究的过程嘛 所以有一个长组的观察 对国际经济贸易 好 这个等一会杜巧霞 这个杜顾问要从 经济跟贸易面 来看这个中美贸易大战 那继续为各位介绍的是 这个我们智库 这个是台湾的智库的咨询委员 的这个董立文 董教授 董教授这个 他是东亚研究所的博士 而且是政大 这个毕业的 应该是学弟了 学弟学弟 好董学弟你好 是主持人 杜所长 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 东亚研究所那时候 也是在山上嘛 是吧 斐青研究所 对 好这个东亚研究所的硕士 东亚研究所的博士 所以等一会董教授 从政治面来看这件事 所以我们首先来请教 杜巧霞杜顾问 这个中美贸易大战是 很多人都怀疑 到底川普是打真的 还打假的 那好像现在看起来 双方真的已经开始 进入一个准贸易战的 这个过程 你如何分析最新的发展 那未来怎么预期呢 台湾的角色 OK 好这个中美贸易战 大家在过去这几个月里面 很多人都一直在想说 好像美国是打假的 好像只是要威吓他 但是事实上 我在三月份 就曾经发表一篇短文 其实这个中美之间 他们会有这么严重的摩擦 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说 他们的经济制度的一个差异 那这个经济制度上的差异 因为这个川普 他通常都是用推特 去发表他的意见 他的comment或者是什么 那推特总共就是140个字 所以他没有办法讲得很清楚 那但是事实上 在他们寄出来的 这些措施里面 还有他的幕僚单位 包括USTR 还有这个白宫的 这个国家经济委员会 这些人 他从他们的言论里面 你可以发现到 其实这个美国 他最care的就是中国大陆 他不是属于市场经济 所以他有很多的补贴 他在外人直接投资 这方面有一些限制 所以美国认为说 美商面临了一个不公平的状况 然后再加上中国大陆 他在智慧财产权方面 不够尊重人家 经常会有一个剽窃的 一个这样的一个行为 所以呢 但是这些问题呢 比如说我们讲 这个补贴这个问题 其实就中国大陆来讲 最严重的 当然是他的国营企业 因为在中国 他过去是中央计划 经济的这个体制之下 他当然是一定在 很多的资源分配 还有国营企业这一块 是接受到了 政府很多的一个补贴 那尤其是在产业政策方面 这一部分也是 美国非常care的 就是他非常重视的 所谓的中国制造2025 因为到了2025的时候 他的很多的一些 高科技产业 很可能会对 美国形成一个威胁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美国他不得不打 这个贸易仗 只不过川普他的表达 有的时候太简化了 以至于说很多人都会 存着一个观望的心理 认为说 他是不是只是在做事 在威胁 但是如果说我们看到 他们基本上在贸易结构 还有这个经济结构 经济制度方面 这样的一个差异的时候 你就可以体会到 美国是不得不打这个仗 因为他如果继续在这个 制度的这个落差之下 任凭中国用补贴 用各种不同的方式 壮大的话 那世界强国就不是美国了 而美国就变成 养大了中国的那个国家 简而言之是这样子 对不对 好 现在他们已经正式开战 那这个战争 美国这个2000亿的 10%的关税 到年底增加了25% 那中国寄出600亿 那美国说 好 你寄600亿美元 那我要加到2670亿 那中国的600亿 您怎么看 它这个回击强不强烈 中国的这个600亿的回击 代表什么意思呢 其实 有的媒体上讲说 中国它回击只有600亿 好像这个回击的力道 比美国弱 但是如果我们从 中国自美国进口的金额来看 它一年才1300亿 他们之间这顺差很大 对对 它一年总额才1300亿 所以600亿是将近二分之一 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美国出口到中国的这个金额不高啊 所以你计这个出口关税 对美国的打击不是那么严重啊 但是对对 就实质上来讲 是不这么严重 但是问题是 它每年享受到对美国那么大的一个顺差 所以啊 所以那一个金额 那美国因为从中国进口的金额 更大 5000亿 所以贸易战队 简而言之贸易战对中国打击比较大 可以这么说 OK好 这个是经济面对不对 对对 产业面 那从这个政治面来看 我们请教一下董教授 这个是川普的团队 他们的反共所造成的 各位知道那个 其实他刚开始任命那个叫做Navara的那个经济顾问 他做过一个致命中国的一个影片 你去看 他们长期研究那个中国的这个对外的经济上面的这个Made in China 对于美国的这个威胁 其实他没有执政的时候 川普团队这些重要成员就非常非常的有强力的这个不一样的看法 那他刚上任的时候 大家都不认为川普会这样做 后来波顿做了国家安全顾问 那很多人认为说这是因为川普的团队反共 反对中国 所以才会寄出关税 那只要把川普这个家伙干掉了 那恐怕呢 这个美国就会继续回到了过去那种这个养大 我讲白话一点 就养大中国的那种这个比较 比较自由贸易的一个政策 那您怎么看呢 好的 先从这个川普的角度 或是说川普政府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 就是说其实川普在竞选的时候 他是怎么形容中国的 中国强暴我们美国 他就是非常强烈的字眼rap 然后当然选上了以后 你看他就是这两年来对中国在经贸上 中美贸易这个经贸关系上的形容是 中国抢劫我们 就是说稍微缓和了一点点 可是还是很强烈 所以这个就是川普团队 对中美贸易关系的一个基本的认知 那其实就像刚才这个所长讲到 那个其实三月份的时候 应该是说回到那个 美国宣布那个钢履那个税的时候呢 其实在台湾据我所知 就是包括刚才的杜所长 还有其实蛮多的一部分人就看得出来 美国是完真的 那中共还还看不出来 那个时候的中共 从中共的角度来说呢 就像Coco姐姐刚才说的 他们都认为说川普呢只是一个商人嘛 他只是要的是交易嘛 要的是这个谈判讨价还价嘛 所以是很好 很好处理的一个人 好从三月份这个钢履贸 这钢履税的开始 还有对对中国的宣布这个301啦 232啦等等啦 一连串的下来 直到五月份 其实今年五月二十号 中美双方对这个贸易战 是有个暂时性的妥协 双方有一个联合声明出来了 那时候中共非常高兴 他们认为说中美贸易战休战 中国赢了 这是中国那个媒体的标题 就是说在中美贸易战这个里面 只要是停战了 中国就自己觉得他赢了 可是他也不去看一看 那个五月二十号的 美中那个联合声明的内容 其实都是中方做全部的让步 好真正的震撼 是大概是在六月初的时候 也就是那个五月二十号的 这个双方的这个联合声明 公布了以后呢 然后中方以为说 停战了中方赢了 结果美国发动突然的袭击 也就是又开始宣布 新一波的这个贸易战 对 就是这个关税 这个几项的这个商品 所以那个时候 给了中共非常大的震惊 他就想不出来 为什么不是双方已经谈好了吗 所以你就看 看最近的从六月一直到现在 这个中方的这个 这个政府官员 只要一谈到中美贸易战了 他们第一个应该是 就都是先批评 美国出而反而 说话不算话 好那第二个 他们一定会先表达说 他们想谈判 中共是想谈判的 好那第三个才是说 这个也不怕战 好从这个时序来看的话 三月份的时候 是看起来像是中美中贸易战 四月份中心通讯制裁案 一发生的时候 其实这个中共那边就有人开始说了 原来这不是贸易战 这是科技战 到六月份突然袭击 我刚才说美国又突然袭击的时候 到六月底七月初的时候 其实整个的中国大陆 已经掀起了普遍性的反省检讨风 他们第一个反省 为什么会对美国误判 对川普误判 第二个 对这一场中美贸易战的性质 它到底真的是一个贸易战呢 还是其他 我刚才说又出现是科技战 最后还有个更严重的判断 其实是一场中美两国的综合国力较量战 这个是关键之所在对不对 所以现在其实这个判断呢 对中方来说 对习近平来说 他就会形成一个很大决策上的困难 就是说假如你认为这是一个贸易战而已 只是贸易战 那么双方进行贸易谈判 达成一个暂时妥协 这个事情也就过去了 可是中方或是说习近平现在非常担心 不这是一个综合国力的较量 所以你暂时性的妥协 是没有办法满足美国的 最重要的关键是 美国的川普总统跟川普团队 还有美国大部分人士 甚至于媒体都发现了 中国靠着美国的滋养 跟自由贸易制度下的滋养已经壮大了 如果你继续再让他壮大下去 恐怕他成为世界的强国 而且是巨兽型的这个国家 那中间有一个贸易 到底公平还是不公平 那这个中国可以说是 要求大家要自由贸易 但他自己其实在国内 根本就没有自由制度 那这个发展下去 对国际的这个经济贸易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对美国人会有什么影响呢 中国人会说你美国人的产品 会增加关税 你买的东西就会贵 对不对 那这个欧洲欧盟国家又怎么看呢 我们等一下在进一段广告 马上回来 从经济贸易面跟政治外交 跟国际情势面来看 这两国的贸易战 它绝对不只是贸易战 它是一个全面的一场战争 那台湾怎么办 好川普政府寄出这个贸易关税壁垒大战 现在看起来9月18号宣布到现在 双方有来有往被认为是真的 这不只是贸易战 这是一场政治战 而且是美国的一个压制中国国力 这个在他认为不公平的产业政策之下 壮大的一个政策 所以我们继续要请教的是中华经济研究院的 台湾的WTA中心的 WTO中心的这个前任的经贸研究组的组长 现在是顾问的杜巧霞杜组长 这个杜顾问请教您了 那目前这个状况之下 感觉到那WTO的规范在哪里呢 中国已经去跟WTO告了 那有用吗 那我们目前所看到的对全世界的一个贸易 这个体系的秩序会发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这方面的影响其实蛮大的 因为中美双方都在WTO里面告对方 那当然在里面好像就变成国要告一对方 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那所以这里面的造成这一个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最主要是2001年中国大陆加入WTO的时候 他当然是以开发中国家的这个身份加入的 所以在加入WTO的谈判 还有他的这个承诺里面呢 其实中国大陆是保留了一些 不管是关税啊还是服务业 还有有一些他没有承诺的东西 那但是当然他是2001年加入的 现在十几年之后 他已经远远不是当年的无效阿蒙 也就是他的国力已经增加到 提高到全球第二大了 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美国突然发现 这个当初中国大陆加入WTO 美国是给他了太宽松的一些条件 所以他就用现况来比较中国大陆的市场的情形 跟美国来比 那当然是中国大陆他开放程度比美国要少很多嘛 所以那中国 美国就认为说中国是 他面对中国是一个不公平的一个贸易 但是中国说我是根据2001年的时候 入会承诺所做的一些开放承诺 所以如果你认为说我开放的不够的话 我们可以透过谈判再去做开放 而不是说我为 有缓冰之计 他有他的一些理由 就是说你如果就这样的对我提高关税 认为我是这个贸易上海的话 反而有可能是你不符合WTO的规定 所以他到WTO里面也去告这个美国 他们互相告会有结果吗 现在问题很复杂 所以不具体 不是不是 就是说因为美国他认为说 WTO里面的诉讼机构 基本上就没有注意到中国 他是一个非市场经济的这个问题 所以杜国问其实关键还是在于 中国根本就不是一个自由市场经济 对没错 他是一个社会主义式资本这个市场 然后他很多产业都是靠补贴 靠政治这个加持 那在这个状况之下 那美国当然要有反制的做法了 对不对 所以中国才有理由在WTO里面告美国 但是美国认为说 你WTO的争端解决机制 也没有办法解决 没办法 所以我就靠自己的力量来解决 对 而且美国在WTO的争端解决里面 他也背革争端解决的运作 那从经济贸易实力上来看 现在已经正式开打 马云说这是一个20年战争 周小川前任的人航行长 他也说这是一个长期的战争 博弈开始 从这几天中国当局 不管是金融界产业界 只有政治界的人还没正式讲话 大家都承认美国是完真的了 那美国完真的了下去 我们大家关心的是 对台湾会有什么影响 因为台湾跟中国是一个 杜己带的关系嘛 这个我们的两边的这个 对美的出口 您怎么看呢 当然美国他现在跟中国打贸易战 其中很重要的一个目的 他是要重新塑造这个亚太供应链 对也就是说过去中国大陆是一个 他的很多的输美国产品的一个 组装的一个基地 组装的一个最后一个基地 他要把这个供应链要给他整个改变掉 一方面他希望美商回到美国去投资 那另外一方面呢 这个周边就以中国大陆为最后 组装基地的这些周边的国家 这些供应链上的厂商 他们的生产活动可能会受到影响 对他们也要到美国去 这个会不会也因为这样而到美国去 或者说到东南亚国家 这有很多不同的产业 那这里面有很多台商 对没错 所以这个台湾的厂商一定是会受到影响 那所以才会有航海那个很厉害 对他就已经到威斯康兴去了 对对对 那在这个状况之下呢 台湾呢这个 我们我们有没有一些数字 可以显示出这个关税的增加之后 对台湾产业的影响 这个是是多大 等一下我们再来请教 那从政治面来看 那如果说是要重整亚太的产业链的话 那其实也在重整亚太的 这个战略关系里面 中国的角色 那一带一路啊等等 这个习近平比较强大的强势的作为 是不是也是造成现在老美 有这个相当强硬的回应的地方吗 那这个董教授 我们这一段时间可能不太够 但是一带一路到底现在是成功的 还是已经失败了 当然在表面上 中共当然是宣称是成功的 但是据我所知 连中共自己内部的这些检讨会跟报告 都发现了很多问题 OK好 川普会不会被老共给想办法 这个在网络战争当中 在选举的时候做掉呢 我们等一下再来请教 欢迎收听Coco早餐 中美贸易大战 其实也是川普那种 就是美国要great again 就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措施嘛 对不对 那他还要竞选连任 现在中国发现川普的这个 中美贸易战后面的政治目的 其实他们也已经感受到了 那要请教董立文教授的是说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刚才这个杜挑侠杜组长杜顾问 告诉我们说 这个美国要把这个产业 组装基地 中国的组装基地 要把它移到这个美国去嘛 那不止增加就会机会 他还会被产业链带去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这个从政治面来看 那中国就会掀起一波反美风潮吗 或者是这个中美的这个关系 川普跟习近平当时见面 在紫禁城里面 轻轻握握的那个状态 那我们怎么回顾呢 好的 我刚刚说过 其实从六月底七月开始 整个中国大陆都掀起了一片 反省的风潮 所以这个反省风潮 后面的这个影响的结果之一 第一个结果就是 中共现在在管控 他们的舆论市场 第一个 所有骂美国的全部收掉 全部收 第二个 那些夸大自己的 像什么厉害了我的国 等等的 全部收掉 呛瞎的 全部收掉 然后还反过来去检讨 那些当初那些吹牛的人 里面最惨的 就是一个清华大学 很著名的教授叫胡安刚 他在去年六月的时候 他说从综合国力的 各种统计数据来看 中国已经超越了美国 那现在被骂满头包了 好 所以为什么中国大陆 现在没有反美风潮 因为中共在高度管控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说 其实中共呢 是想要跟美国降低冲突的 那我先讲这个 共产党的基本哲学 就是你强的时候我就弱 你弱的时候我就强 然后你强我弱的时候 我就壮大自己 然后到时候等我强了 我就把你吃掉 对不起 不是这样吗 他碰到了川普 你觉得美国人不会被骗吗 现在已经不吃这一套了 我先讲一个WTO的故事 其实2007年的时候 美国的好莱坞八大影业 就已经向这个世界贸易组织提告 告中共中国 就是说民意上是为了保护 自己的文化市场 所以限制好莱坞电影的进去 配额很低 实际上其实是在盗取 他们的智慧财产权权 因为为什么好莱坞所有的电影 在中国大陆全部看得到 因为那个盗版片到处都是 一片10块钱人民币 我都还记得那个价钱 所以其实 以美国的好莱坞的 这个八大影业公司来说的话 他们很生气就去告 就是说你根本不是在保护 就是说刚才说的 2001年的那个承诺 你说的是要保护你的文化市场 可是实际的结果却不是 你是在盗取我们的智慧财产权 结果2007年提告 2008年 2009年 两年那个官司在世界贸易组织里面 打赢了美国打赢了 好莱坞的电影一样进不去 所以这个世界贸易组织里面 他可以把你的党旗给你乱弄 他有各种不同的方式吧 不是 是根本没变 还是没变 就是那个限制 就是你多少片限制进来 然后还有中共对好莱坞 还有另外一个很奇特的限制 放映时间的限制 对啊对啊对啊 通通没变 好所以你就知道说 为什么川普呢 其实对世界贸易 世贸组织非常的失望 去年11月那个 那个APEC领袖会议的时候呢 就是川普不是来亚洲走一趟了 你可以看川普 尤其川普的那一场 那个主题演讲 在越南那个主题演讲 他把世界贸易组织 WTO也骂了一遍 意思就是说 你世界贸易组 对我美国根本不公平 我会先跟你告一 通通没用就对了 所以川普曾经有扬言说 要退出世贸组织 对对对 那其实刚才杜顾问呢 其实提醒了一件事情 其实川普政府是可以考虑的 因为中共现在把世界贸易组织 当作是一个主战场 抵抗美国的主战场 那他就昨天李克强还讲的 就是说这个中方 他们坚持多边主义 所以要先到世界贸易组织 去仲裁这件事情 那其实美国在世贸组织 也不是那么孤单 就是说刚才说的 其实日本跟欧盟 如果说能够结合在世贸组织 我相信会形成 给中共更大的压力 让他知道这条路是走不通的 但这并不代表说 美国现在做的单方作为 这也是李克强要讲的 这个单边主义的作为 就要先停 不我也不是这么主张 就继续干下去 好刚才一直讲说 这到底是一场 其实做下去的最终结果 川普要的结果是什么 我估了 因为说要中国垮台 要中国 那他的经济体已经这么大 不是对 也做不到 也没必要这样子 可是我 这是我个人的推演了 应该是要习近平政权垮台了 你说他的 到最后 目的是这样子 真正的目的 因为刚才说了 这到底是一个政治战争还是经济战争 你如果是用经济的逻辑去思考这件事情的话 就会像某些 其实美国也有 中国也有 就是说我们最常听到的 杀敌一千 自损八百 对 你这样想的话 这是一种经济逻辑 这是经济学家在想的事情 战略学家 政治学家想的是什么 两墙较劲 我只要能够把你打倒 我一切手段在所不息 我一切手段是在所 所以你的判断是政治 其实川普后面的 奈娃娃跟波顿这些人 他们想的是政治 看得出来是政治 是政治 那我们台湾怎么办呢 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要维系我们 我们自己的台商的经济利益 我觉得从政治角度来说 对台湾很简单 因为在中美贸易 在那钢铝税 他把我们也搞进去了 是搞进去 然后我们的政务委员 那个邓正中不是去谈判吗 谈判回来带回来的消息 就是说因为美方认为 我们的钢铝业里面 有从中国进口原料 还有半成品 所以我们有中国因素存在 因此没办法把我们剔除 这是其实是给我们台湾 一个非常清楚的讯息 我相信美国给亚洲各国的讯息 也都是一样 什么讯息 今天你的产品里面 只要有中国因素 你不要想要赚我们美国人的钱 我是从政治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 这个讯息已经非常清楚 所以以前台湾所习惯的那种 台湾接单 中国生产 输往美国 那个三角贸易模式 以后是行不通的 OK 这是台商必须注意的 对台商来说 我相信他们很多台商 大台商都已经早就知道了 就是说你以后要赚美国人的钱 你就不能有中国因素 就那么简单 好 所以你的厂要嘛 最好或自己考虑 或是到美国 或至少不要在中国就可以了 一到其他 台商 这个你若要赚中国人的钱 就不可以有台独因素 你若要赚美国人的钱 你就不能有中国因素 太有趣了 所以台商要很聪明 那在这个产业界会形成什么影响 我们的经济部的这个发言 跟政府会有什么样的 应该有什么措施 至少我看到现在台商 不只是在中美贸易大战当中 台商因为他的建厂的因素 什么要离开中国 他或许会回到台湾 还有这个所谓肥咖条款 这个台湾的台商在中国 已经汇回了4600亿 这个是尽管会公布的数字 我们在4600亿 有的是在境外存款 就台商的钱 这些钱这么多 那他如果进来以后 去炒地皮怎么办 或者他不动产怎么办 我就不懂我们政府 怎么回应这个事 我看到这个数字 你知道上一次 就是因为赠与税 这个降低之后 就来了一大波 而且马英九时代 也不是台商开开心心的回来 就把我们地宝什么东西 都带动价格升高了 还有台中豪宅 对啊对啊 那这一波呢 我到现在没有看到 我只看到这个数字 这个4600 700亿的 这个数字台商的钱回台湾 那台商如果产业也回台湾 那会是一个什么状态 在政治跟经济面来看 其实政治面对台湾 反正没有不利吧 是大有利的 你这样认为 从此当然 告诉你很多人认为不会不利啊 那清中派的人就认为不会不利 他大陆观光客不来啊 所以你不是死路一条吗 不是 你回到我们台湾的生存跟发展的这个关键 我们台湾能够生存发展 能够能够茁壮 从来都不是靠中国大陆的 大家都靠美国 也不是靠美国 就是说我们自己有我们全球化的条件 国际化的条件 那现在问题是太过依赖 我也不主张说切断跟 跟两岸的两岸的经贸观 这也不是我所主张 我只是说刚好借这个机会 降低对中国的依赖 降低对中国的经济依赖 会增加我们政治的自主性 可是你们民进党碰到的 你们民进党 你们民党碰到的最大的冲击 是过去八年很多的大陆观光客 有很多的两岸之间的 这种所谓的立台的措施的交易 那现在感觉到好像清冷下来了 那在这一波里面 这个中美又有贸易大战 台商又发生一些困难 那这样会不会雪上加霜呢 所以说我刚刚讲过 就借这个机会 刚好来调整我们台湾的经济体制 跟经济结构 降低对中国的依赖 那这一点杜巧霞杜顾问 什么看法 我们等一下再来请教 您怎么调整台湾的体制 我最后再追问董雷文教授 好像民进党当局 不管是蔡总统或者说行政院 其实对于中美贸易大战里面 台湾可能得到在政治上的利益 其实也没有大声的欢呼 这个是我们现在蔡英文政府的基调 因为他要稳定台海关系 他也不能说 你觉得这样是对的 不激怒 当家的人还是持平一点 稳定一点比较好的 每天环球时报又要骂人 我们见广告马上回来 好 杜巧霞顾问是中华经济研究院 台湾的WTO中心的前任的经贸研究组的组长 这个台湾的WTO专家 最顶尖的当然是蔡总统 所以台湾的WTO专家都很了不起 杜顾问您跟我们这个很快的这个讲一下 就是刚才董教授所说的 趁这个机会台湾的经济体制要改善 这个改变 你认为应该从哪些方面下手 当然刚才主持人也提到说 这个台商的资金已经回流了4600亿 这真是很大的一笔金额 那另外还有就是说中美这样的一个贸易战 假如说是持续下去的话 那作为这个两大之间的台湾 当然是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那所以现在过去 过去台湾因为跟中国有非常密切的 一个上下游加工的一个关系 那未来呢 这种加工的关系 可能就会受到中美贸易战的一个影响 所以现在可能台湾比较要重视的 就是说台湾在整个的这个 让厂商回台投资的这方面 应该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政策调整 也就是说 你这些台商从大陆回台的时候 他过去为什么会出去 然后他在台湾 为什么没有留在台湾投资 所面对的一些问题 好像我想大家很多人都已经知道了 台商出去的一个很重要原因 有五大理由嘛 五缺嘛 对不对 土地啊什么 然后环保啊什么 什么法规啊什么那些东西 这个就变成说 这些台商未来势必想要 除了回来台湾之外 他当然还有回 全世界去找 对对对到东南亚国家 他也可以找到像类似 中国大陆的这样一个生产环境 但是有一些比较高阶的 比较跟这个资通讯产品相关的 这些产业来讲 他可能仍然是回到台湾 会比较方便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台湾在政策上面怎么样去辅导 或者是说怎么样创造一种生产环境 让这些厂商是可以在台湾重新的开场投资 我们这个政府从那个总统到院长 不是都一直在这边做吗 对啊 但是你看这些台湾在那个土地取得方面 这是关键工厂用地 工厂用地碰到价格狂涨的问题 还碰到环保的问题 对对对 那当然工资也是一个问题了 但是工资其实对于这个工资这个问题 对于美国这种厂商 他们的看重点是比较小的 但是对台湾来讲 因为台湾的利润空间比较不大 所以呢对于台商回来台湾的话 工资仍然是一个重要问题 但是最关键还是土地 土地还有那个环境 对环保问题 对还有就是说你的产品的等级要提高 你一定要跟中国大陆要有一个区隔 我们政策上面有没有一些这个 这个我看那个威斯康辛可以把红海引进 一下子一年多一年半 太厉害了 我们台湾如果搞一个地方 要搞个七八年 那环平就要五六年了 对对台湾在这个方面 谈性真的是应该要去检讨 要去检讨 对因为其实我过去就面临了一些厂商 他们譬如说那个石化业 台湾是看到石化业就打对不对 但是有些石化业 他到美国去投资 可以通过环平 到新加坡去投资 到新加坡去投资 可以通过环平 为什么在台湾就不能 这是一个好的问题 你跟这个大企业谈的时候 他们都在哀嚎 然后那环平跟这个土地的使用 但工资其实 其实还是不是最关键之所在了 但是也是一个重要运输了 好谢谢这个杜小霞杜顾问 最后这个董教授跟我们分析 川普从一开始 他好像去玩弄习近平 他跟台湾的蔡总统通电话 然后老公很生气 后来他又跑去跟习近平眉来眼去 然后人家又笑蔡总统 说你被川普卖了 然后现在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好的 从贸易战的角度来说 川普对中国打的是一场 说哈折磨战 说哈折磨战 什么意思 从三月一开始 我们一定是被一连串的 一大堆的数字搞得迷惑 就是说一开始是500亿美金 然后里面有个300亿 里面有个168亿 然后一路过来 后面像现在是2000亿 然后一开始 节目一开始 后后节目说 现在就变成2670 2670怎么回事 好的数字 然后还有那个关税 一下10% 一下25% 还有日期也跳来跳去 这种说哈折磨战 已经玩了半年 就是说 就是说美国在干什么 我六月份终于恍然大悟 是吗 他在折磨你了 美国在折磨中国 就是说说哈战 我每丢出一张牌 可是我又把那个牌 挪来挪去的 把那个时间 把玩这场说哈的时间 把它增长 美国的目的是在消耗 全世界对中国市场的信心 就这么简单 他已经达到目的了吗 当然达到了 刚刚不是说吗 他回来台湾就已经四千五百亿美金了吗 对啊 四千六百亿 这半年 从香港外逃的中国资金一兆 OK 然后 然后就是说 就就时间拖得越久 全世界对你中国市场的信心会越来越降低 而且这也考验习近平团队的领导能力了 对不对 当然当然当然 所以我说这个叫 这一方面是川普的策略 这个叫做说哈折磨战 所以往后看的话 你还会看到 你还我们还会被看得迷迷糊糊的 就是说各种数字 各种那个税率 还有各种什么商品的项目 一下六百项 一下八百项 一下两千项 一下是八千项 他是完真的 结论是 完真的 OK好 这个结论很重要 我们要放在心里面 谢谢 谢谢两位精彩的分析